接下来我们先要确定第一轮比赛 双方的攻胜顺序 现在有请周董和风哥两位出列 出列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将会有一个有趣的方式 选择第一轮的出场顺序 相信二位都应该知道 科比当时在防守边线球的时候 有一个班斯用球 晃他的那一下对不对 对 科比非常淡定 所以二位今天我们区别的这一个的游戏环节就是 两位要互相瞪眼 谁先眨眼谁输 赢的一方将首先作为攻方出场 肯定我赢的 这个他有点吃亏 因为我现在跟眼睛也没有避 大家都不知道 眼睛小 眼睛大吃亏 两位啊两位需要训练一下吗 没有直接 我都还没有开始正式的干扰他 他已经眨眼了 我觉得全世界不能找一个人那么快 节奏哥一秒输就太丢脸了吧 我觉得这是一项激烈的比赛 没想到一下就完事了 结束了 结束了 他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现在请双方阵营回到自己的阵营房间 讨论如何分配你们的12名球员 坐坐坐坐 欢迎坐在下面吗 我坐 我是后面 双方球员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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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宣布铁龙生存战的详细规则 现场一共有5个铁龙 守类方派出6名球员 分别驻守不同的铁龙 其中5号铁龙为两人驻守 攻类方派出3名球员 在25分钟内发起攻类 1位1单场比赛限时5分钟 2位2限时10分钟 守类者每接受一次挑战后 将会进入3分钟的冷冻时间 率先获得11分 或限时内分数更高的一方 为胜者 攻类方每赢得一场1位1 则获得一颗星星 赢得一场2位2 获得两颗星星 每一颗星星代表两分 双方阵营攻类获得的 星星的数量差 将作为你们今天 终极3位3对决时的初始分数值 双方阵营需各自攻守一轮 攻类球员和守类球员不可重复 一旦确定不可更换 龙骑士将作为攻类方 首先发起比赛 祝你们好运 天下赛制很有意思吧 对 因为1 2位2 但其实它是一个积分制的 它是讲谋略的 就是很考验人的脑子 我就是喜欢这种 很残酷 很激烈的这种感觉吧 从刚才得到信息 三对三是最重要的一环 相对来说 咱们先把三对三的人选好 然后再确定 谁去打一对一和二对二 对 背人肯定很重要 我们后来知道是三对三决定胜负 那我们肯定先把三对三的 也许选挑好 然后我们再去分配其他的那个项目 我觉得三对三是最重要 它们的三对三一定会是 就那三块料呗 能有谁啊 张宁儿 祝明镇 两个再配一个不重要的 这应该是他们的 我们也是应该靠我们的三个 最可以跟这三个打 以你们的了解 打这么多场球了 对方会派出谁三对三 中彦涛 杨仁 刘芳毅 这对方 可能他们会变 如果我和威廉去打的话 他们会考虑到他们的 中彦涛和杨正防不了 他们也可能会变成李志锦 所以说这句战 如果说我们要是上稳点的阵容 就是张宁 威廉 大东 加上大东 但东归体能 我担心就是这个 我们有考虑到大东的体能 他还有就是 他到底能不能和刘恒义 去对抗篮板 我觉得大东和郭红燕 你们俩选一个中锋打三对三 你俩谁又更有信心 今天能晃到刘恒义 我们进攻的 就是要选三个 我们觉得 PK最可以赢的 所以从这里我们要选三个 去拿新的 如果是我选 从这四个 选三个 因为能攻的时候 也可能会打 二对二 所以不能都是高的 不能都是矮的 其实我是比较想攻 我其实特别想攻的 因为 我觉得他们防不了我 我可以拿到信心 我也想去攻 我觉得让孙真俊攻吧 好 孙真俊攻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可以打 可是我一直觉得他很会打 所以我选了法带小哥哥 攻击之一的话就是宙瑞先一个 因为他你身高矮 你也会被别人抓到你身高打 所以你自己去选人别人打 唐日辉你也要给队伍多拿分 我觉得 小黄 你就看谁 你就往死里揍他 唐日辉 我觉得是单打是非常强的 然后这样呢 唐日辉和周睿 或者是黄子恒 他们都可以组合去二打二 最后你们看下这板 你们觉得满意吗 满意 满意 来吧 好 一 二 三 洛奇帅 然后我觉得 你们两个四方二对二 好 就这样 来 加油 万兔碎虎为了 J-Team 哎 我觉得咱们一定能赢 必须的 那叫我一个 叫我一个 第一轮比赛由龙骑士进攻 J-Team防守 本轮比赛时间为25分钟 5 4 3 2 1 不用看到了 见着就选 哎怎么样 我去打天忆 你打谁 我打天忆 好 先看二打 先看了啊 二打二去来一趟 来 这 冯汉普和 朱家总 哎 过来了 我选择 我选了汉普跟朱家龙 因为他们两个不是特别适合 一一比一 如果他们打一比一 大家都会一直去 打他们 汉普 我觉得他防守很好 可是他就是 进攻可能需要一个控球后卫 喂他 帮他 然后也是配合一个 比较小的跟一些比较高的 哈哈哈哈 给你留条小命 哈哈哈哈 哎很无聊 哎我这样站的又要站一个小时吧 黄晓晓打不了阳心啊 你想想淘汰谁了没有 你们队 先拉他也可以 你觉得 够 来打着打着的 好漂亮 哎呦 两个小哥 太难 唐日辉跟周睿 唐日辉和周睿 那冯汉普 冯汉普 好急 瑞哥跟唐日辉刚上场的时候 看到二维二的铁龙里边 这选手是 冯汉普还有朱家龙 就好像看到上场 打两折时候的样子 拎着手就过去了 就是唐日辉就差 就差把瑞哥扛在肩膀上过去了 其实我看见他俩来我还挺高兴的 因为我们就有错位了 他俩的 我看你 我看你 我看你